公交司机连撞私家车15次 一路将对方怼到路边树上 还把小车司机双腿碾折 小伙躺在地上直喊救命 然而公交车司机却无动于衷 甚至骂骂咧咧直言找死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咱们接着往下看 这是2016年发生在山东青州的惊悚一幕 案发时刚好是晚高峰 从目击者拍摄的视频中可以看到 当时该路段的车流量很大 这辆黄色的公交车 不知是出于什么原因 静止地撞上了前面的白色轿车 刚开始路人以为只是普通的追尾 没想到在两辆车都停下来的时候 公交车竟然再次朝小校车撞去 这样的动作接连发生了十几次 而小校车似乎也在较劲 一直处于刹车状态 在撞出去数米以后 公交车司机终于不耐烦了 突然猛了一下加速 以极快的速度 将小校车顶着前行的几百米 就连中央护栏也被冲断 直到撞到路边的树上才停下 小车司机被突如其来的一幕 吓得跳车逃跑 没想到公交司机再次调转方向 直接朝他开去 由于没来得及裸闪 小车司机被卷到了车盘底下 双腿被声声压了过去 当着他不断发出惨叫声 而眼前这名身穿黑色衣服的男子 就是撞人的公交车司机 躺在班车旁边 穿白T牛仔裤的 则是被撞的白色轿车的车主 被撞后 他一直双手捂住膝盖 不停地向人呼救 从现场的照片可以清楚地看到 轿车已经被挤压得面目全非 路边的树也被撞得拔地而起 就连车站的钢架玻璃都砸了个粉碎 可想而知 这怨气该有多大 围观群众看到另一幕 纷纷站出来指责公交车司机 不料司机根本不予理会 反而情绪激动地 朝着轿车车主破口大骂 说对方活该找死 两人越吵越凶 直到民警赶来 才把他们劝逐消气 后来受伤的车主 被紧急送往了医院 公交司机也被带回去接受审问 公交司机连撞自家车15次 一路将对方怼到路边树上 还把小车司机双腿碾舌 小伙躺在地上只喊救命 然而公交司机却无动于衷 甚至骂骂咧咧 直言找死 这是怎么一回事 咱们记得往下看 壮人的司机名叫王卫华 46岁 是公交公司的老员工 2004年入职 事故发生大晚 车上只有他一个人 那时他正准备去合作的企业 接下班的员工 结果在路上碰到了 这辆白色小轿车 当时轿车车主因为超车 和公交车发生了刮蹭 双方下车后互相看了一下 发现没什么影响 于是商量好各走各地 不用赔偿 结果交车司机不知道 抽的哪门子疯 突然莫名其妙地开始憋车 一会儿急停 一会儿慢行的 一直压着老王不让他变道 老王不想和小年轻一般见识 心想忍忍算 没想到交车司机 反而变本加厉 在故意和他并排平行时 撒泼骂街 甚至威胁说 要找人弄死老王 老王被言语激怒 一时间冲昏了头脑 这才气得撞了私家车 事后路人帮忙报了警 老王也第一时间 打给了单位的领导 说明了事情的原位 并交代经理 赶紧找人顶班 以免耽误了接送员工回家 同事们得知老王出事以后 全都惊讶不已 感觉有点出乎意料 因为像他那种性格的话 应该不会说 做出这种事情 都不相信 在同事看来 老王平时脾气一直都很好 为人和气老实 他对同事都很热心 有困难什么的都会帮忙 虽然话少内下 却和大家相处的十分容下 而他工作认真 业务能力强 领导交给的任务 都能及时完成 由于表现好有七八年的功领 特意被调取开班车 因为班车是服务于各大企业 乘客都是不定的 更注重服务和态度 所以大家都觉得 老王应该是被逼急了 不过对于事情的真实情况 被撞的轿车司机 却有另外一套说辞 根据商者张某的姐姐反应 张某平时性格内向 像个小姑娘一样 事发时刚满24岁 那辆白色轿车也才开了两年 而张某每次开车都很小心 绝对不会主动在路上找麻烦 也不可能会威胁 对公交司机的生命安全 他们不相信 弟弟会做出这样的事情 如今张某已经做完手术 自然保住了生命 双腿血永远失去了知觉 这个比较严重一些 这个骨头比较严重 这个肌肉比较严重 肌肉都是烂了一样 包括动脉 其实什么头部也有 上巴 看着病床上昏迷不醒的弟弟 姐姐难掩悲痛之行 我们赶到医院 就是只看见我弟弟在病床上 我认识血 我问他怎么回事 有车追我 他要压死我 追我压死我 然后跳车逃走 他直接过来 他要压死我 就是一直说这样的话 因被私家车车主辱骂别车 公交司机敌气之下 连撞对方15次 吓得被撞男子跳车跑路 不料被卷入车里 痛斥双腿 事后公交司机称自己是正当防卫 并当街痛斥是对方找死 由于是叫车车主多次别车 并且威胁恐吓在先 不少群众都对公交司机 王伟华的行为表示理解 认为他之所以冲动撞击 可能是实在是忍无可忍的 不过也有人持反对意见 毕竟案发时段是下半高峰期 马路上车来车往 人流传动 王伟华驾驶公交车横冲直撞 显然已经涉嫌了危险驾驶 之后老王的家人曾公开表示 说他出事前情绪一直不稳定 有精神方面的问题 而伤者家属不接受这种说法 认为他们是在想办法潜行脱罪 另外公交车公司也表示 案发前并未发现老王有任何异常 不过这种恶心撞人事件 在青州市首例 不管怎么说老王的行为对于公司 以及行业都造成了一定的影响 单位对此很是重视 不仅向社会表示的歉意 还做出了相关声明 由于本案中 轿车司机存在一定过错 但公交车司机驾车撞人 报复气氛意图明显 法院最终已故意伤害他人罪 判处公交司机王卫华三年有期徒刑 并赔偿130万元 回过头来再看看这件事 其实就是陆怒正作罪 这里人平时看起来都很正常 一旦遇到特殊情况 就会出现一些过激的反应 主要还是个人休养不够 没有耐心容易着急 所以我们在开车的时候 尽量不要和这种司机发生冲突 有时候忍让并非懦弱 只是为了换取平安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喜欢的朋友点赞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